谢霆锋多多少少也算是一个巨星 现如今也要靠八截网红来获取流量了 不觉得有点太跌面了吗 一夜之间赚千万的大有人在 甚至比一些明星赚的还要多 这也让很多明星开始心里不平衡 还拍摄了十二道风味这道美食节目 引起了不俗的反响 这次他并不是出去探店找美食 而是请来了谢霆锋为自己做饭 张柏芝都享受不到的待遇 竟然被这个网红杰族先登了 迎娶白富美还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儿子 靠着短视频直接成为人生赢家 白冰一直拿谢霆锋的身份来说是 靠着这种方法来吸引眼球 白冰坐等开饭 而谢霆锋则一直在后面忙 或者人人都想吃谢霆锋做的菜 而白冰却毫不掩饰地 对谢霆锋的菜品进行批评 一点面子都不给人家留 为了给自己找台阶下 顺着白冰的话继续说 夸赞白冰有水平说得非常好 和他的感觉是一样的 二人接下来的一张合照 暴露了真相 手捧着一张证书 上面写着厨房推荐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华 discussion 可可 Tamb进行 写着几华 淀灯